創意比才近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臣老师 欢迎收看金流战法 因为老师刚好 天天见出来确诊 两条线确诊 所以昨天因为非常不舒服 没有录影 今天采用在家办公 在家录影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目前的行情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们 一定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为什么美国股市 它就已经开始在反弹了 开始在上涨了 可是为什么 就是台北股票市场 反而表现了这么的弱势 那这个我们就必须 跟大家聊一下 待会跟大家聊一下 筹码面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 台股啊 最近美国股市 最近其实 包括在礼拜二晚上的时候 其实它都是大涨的 道琼指数呢 它涨了641点 然后呢 纳斯达克 它也涨了2.5 甚至费城半导体 它也涨了2.75个percent啊 那正常来讲台股你说 前一天涨300多点 隔天你不要多涨个100点而已嘛 结果没想到 居然是往下去中错了一句 反而把前一天的涨幅 全部都吐掉了还不够 还多跌了20点哦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其实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哦 有两个 那这两个原因呢 各位投资朋友们 我们也要把它记起来哦 因为 以有之事 后必再有 以行之事 后必再行嘛 也就是说 之后 它一样会发生 同样的一个情况 那只要我们够了解的话 只要我们把这些经验 累积起来 记下来 我相信对你以后的操作上面 绝对会有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哦 那我说 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也要去做留意哦 首先 就是这个东西啦 第一个呢 在于延伸性金融商品的 一个结算方面 那因为呢 每个周三嘛 就会是一个 周选则选的结算 或者是月选则选的 结算的一个时间点哦 那每次当 遇到这种 延伸性金融商品 做结算的时候 股市的震荡幅度 本来就会比较大一些 有时候可能 涨的会很多 有时候也会跌的会很多 但是呢 这种延伸性金融商品的结算 通常就只有那么一天而已啦 它就是那么一天 那之后呢 你就要去观察 诶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说它造成 它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波动哦 也就是说 它会造成一个 助长跟一个 助跌的一个状况发生哦 所以呢 我们要去想哦 台股啊 它之所以会 这么快这么凶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于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提的嘛 融资的部分 它产生一个断头的压力哦 所以呢 当这些融资啊 它产生断头压力的时候啊 就会让这个 不安定的筹码 开始呢 自行了断 自行把这个 股票看出来 那这种自行了断的压力啊 其实有时候比融资 断头的压力还要来 融资 这个所谓的外资的卖压 还要来的更严重哦 所以融资的卖压 是这一波行情下跌的 那你只要度过这一波融资卖压 那也是一件好事情啊 因为去杠杆化嘛 对不对 去杠杆化的过程 它非常的辛苦 可是一旦度过的时候呢 就会有新的一波行情的启动哦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哎 台北股票市场哦 它来到这个啊 15400点的这个位阶点上面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有一点 乖离过大的一个状况哦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嘛 当指数如果来到 BIOS-6的位置 它其实就是一个 乖离很大的一个情况 那这种乖离过大的情况 它产生一个极度悲观 那极度悲观里面 就会有一些好的股票 可以让我们下去做切入 可以让我们下去做一个 布局的一个动作 可是你要选对啊 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聊嘛 现在呢 有一个融资断头的卖压 它在这个地方会发生 可是呢 如果不是融资断头卖压 那它又有一些 很好的成长性的机会的话 那股票市场就会呈现一个 两极化的一个反应 也就是说 有一些 大家很熟悉的股票 它反而继续再跌 但是呢 一些大家很不了解的 可能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股票啊 它反而表现的怎样 比大白还要来的更强哦 所以我们怎么去做选股 就是现在操作上的一个要点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所以呢 我一直跟大家谈哦 融资的卖压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最近这个时间点 那为什么会在最近这个时间点 产生一个融资断头的压力出来哦 其实 每一年啊 大概六七八月嘛 都是所谓的初全息的旺季 那在初全息的旺季的时候 常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气息卖压出来 那之所谓产生气息的卖压 是因为哦 你要注意哦 这个要很重要哦 是因为有一些融资 它撑不过这个所谓的 呃 这个配息的那个时间点 那我们撑之为什么 撑之为就是所谓的 甲除息 那这种甲除息的问题啊 其实每年在六七月的时候会常常发生的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所谓的甲除息就是说 假设我们以长龙来讲哦 我们在长龙一百二十块钱的时候 我们买进一张 我们买进长龙好了 那 它如果说 假设在一个没有除全息的情况下 诶 那你的 呃 融资追缴啊 就是反正乘0.7嘛 我们简单来算哦 就是 呃 一百 就是大概跌三成之后 你会产生一个融资追缴 所以大概在八十四块钱左右 但是呢 如果 那 它在下个礼拜嘛 二十九号 它要做除息的一个动作 那 它现在的收盘价 假设我的收盘价 一百零二元 哦 它到昨天一百零二嘛 那我不可能等到 券商不会等到你 全息的时候 才去帮你算你的维持率哦 它会在前六天的时候 就是以这个除息的价格 来帮你算维持率的部分 所以呢 长龙呢 它的除息金额高达 十八块钱 对不对 那 你看哦 我的一百零二块钱的收盘价 我扣掉多少 扣掉十八块钱 就来到八十四块啦 那我来到八十四块的时候 就会产生融资追缴的压力出来了 诶 马上哦 他说 奇怪啊 很多投资者一定会觉得说 啊奇怪啊 就还没有到 为什么我要先背嘴角 就是这个状况发生 就是说 我必须怎样 我必须强迫你去做一个停损的动作 因为 未来会有一个除息 这个除息呢 它必须把这个股价的钱扣掉 那 券商呢 它会提前帮你去计算 就 就会引发所谓的 假除息的这个融资 所以 所以这就是 六月七月份 你会遇到的一些 很特殊的一个状况 那这种融资断头的卖压 它不会只在一个地方发生 就是假除息的卖压 它不会只在一个地方发生 所以它会从所谓的 航运股开始 影响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 这个融资断头的卖压 就很像一个螺旋性的一个循环一样 开始从一个族群 慢慢的延伸到其他的 比如像说 像钢铁啊 从航运开始 然后往载板去做移动 甚至往什么 往这个所谓的IC设计 去做移动 那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这个很特别哦 就是这一些股票 都是非常非常赚钱 而且今年配息都配很高的标的 对不对 没有错嘛 对不对 你看哦 长龙今年配息配18块钱 有没有很多 股价100多块钱 100出头 你照理来讲 你的息配下来都有 十几%呢 都超过十几% 那为什么股价会表现得这么的弱势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在所谓的 假除息风暴 所产生的一个 但是这种假除息的风暴啊 它不会是一个常态 就是说它度过了就好了 它度过了就好了 那难的地方在于哪里 难的地方在于说 如果你是用融资去买这一些股票 那很不好意思 你可能度不过 就很难去度过这种 假除息风暴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现在的选股方面 你要注意 当然有一些配息配很多 当然公司的前景 也是很好的话 这个股票呢 你也不要用融资去买它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这种 假除息的状况上面 就会度不过去 有些人甚至呢 有些市场上的主力大户啊 他们就会趁着这个时间点上面 来去做一个硬压台的动作 因为呢它把它硬压下去了 那我未来可以减得更便宜 那对这些市场大户来讲 反而是怎样 就赚得更多 他们反而可以赚得更多 所以这个市场上面有很多 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个美高 所以因为我才会一直跟大家谈 最近你们要避开的是一些 很热门很热门的标的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配息越高 反而股价越糟糕 这个就是 目前行情的一个状况 就是整个市场上面的一个氛围啦 就是一个 你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点喔 当然这个都不是一个常态 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 只要你最后呢 度过去 后面就会有新的一波行情的出现 可是新的行情呢 可能新的主流跟旧的主流 它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喔 所以我是跟大家聊嘛 我说包括在航运的族群 包括在宅版 包括在IC设计类股 那么都有同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喔 要什么去避开它 那比如像说 联发科创委啊 这一些 诶 这个都是过去很热门的股票 而且都很赚钱耶 那可是呢 最近你会发现到 诶 股价的表现真的不是太好喔 那甚至呢 长龙 诶 这个配息配那么高 啊 股价 股价已经跌到 就是好像谷底了 可是为什么还是涨不上去 这个就是在筹码面的状况喔 比如像说长龙啊 阳明啊 万海啊 这个都是要做避开喔 那宅版的部分也是喔 包括星星南天的部分啊 这个 呃 其实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一个落底讯号的发生喔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 这些表弟 一定要去做 一个留意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喔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要聊 诶 我们 呃 除了这些避开的标的以外 我们要去观察哪一些新的机会 那我们的广告会来继续分析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被不予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你可以钓鱼清心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情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步水利署 苦口婆心里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我是蒙城老师 那刚刚跟大家聊的就是说 台股现在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麦芽 就是在融资方面的麦芽 所以一定要避开一些所谓的 以前的一些很热门的族群 比如像说 这个 航运啊 载版啊 或者是 IC设计类股这些标的哦 那当然也不是说 没有股票可以买哦 而是说 可以买的标的 可能你现在对它 还不是很了解 那当你对它不了解的时候 你没有对它产生兴趣嘛 那你没有产生兴趣 你自然不会去做切入啊 你也不会去做布局啊 所以 就是说 现在投资人会遇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虽然 在操作股票上面 你很了解那一些 你已经知道的 比如像说 IC设计 你都知道它今年 赚多少钱 比如像说 航运 你也知道它今年会赚多少钱 又多少钱 对不对 但是呢 当你都很 一直都沉浸在于说 过去的这一些荣耀的时候 就不会去找新的产业 跟新的资讯啊 来去做一个补充 那你没有去找新的产业 新的资讯啊 那你当然 你就挑不到那种 未来会成长的一个机会哦 所以我在操作上啊 我都一直跟大家讲说 呃 我们要买股票 要买在低档期涨的 那我给大家一句话 叫做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鸣金人 天下之的标题 那什么叫做万丈高楼平地起 比如像说 我们要建一座101好了 那我们要去盖101 我们不是从101层 开始往下盖 对不对 我们一定是从底部的位置 在那种地下室的地方 开始往上盖啊 这个才会是所谓的 万丈高楼平地起嘛 那什么叫做一鸣金人 天下之 当你大家都知 当你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下去买了 等到呢 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一鸣金人 就天下之的 大家就帮你去做台交 所以呢 要做到这一点 哎 他也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来去做一个运行哦 所以呢 我帮大家挑选了 比如像说 车用相关的族群 为什么我会是focus 在车用相关哦 因为这块市场 大家现在还不了解嘛 比如像说 呃 在这个自驾车的部分哦 自驾车呢 其实发展的时间 已经蛮长了 可是呢 呃 基本上啊 投资本们 还是没有看到说 它出现一个爆发性的成长哦 但是 这个爆发性的成长 它不是不来 它总有一天 它会来 对不对 那在美国呢 其实 Vimu Vimu是一家 Google的子公司 它专门做自驾车的 技术研发哦 它已经完成了 所谓自驾车技术的一个 呃 商业化的一个模式了 它已经开始在 旧金山开始在做服务 那当它开始的 自驾车开始 可以蓬勃发展的时候呢 呃 开始从旧金山 往其他的呃 城市来去做移动 是不是代表说 呃 我的自驾车技术就成熟了 当我的自驾车技术成熟之后呢 它就会怎样 带来很大的伤期嘛 这就是 操作股票的一个原则啊 找到人家不知道的一个机会啊 那台湾呢 我相信在自驾车这一块的市场 不会落后啦 因为 有很多的零组件 还是需要由台湾来供应嘛 对不对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在电动车的发展哦 那电动车 台湾是最适合发展电动车的国家 我讲了 在特斯拉啊 特斯拉 它90%的零组件 都是在台湾找的 都是在台湾所生产的 那其中不乏就是关键的零组件啊 包括电池的材料 对不对 包括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 这个 马达 都是在台湾做的啊 那它里面所有的线束 也是台湾做的 连接器台湾做的啊 所以 特斯拉几乎一整台车 就是代表 台湾产的 就是代表台湾嘛 那现在呢 有一家公司很聪明 它看到了机会嘛 我一直跟大家谈的 红海集团 红海集团呢 它还跟大家谈说 去年 它发表了一款电动车 其实是发表了三款啦 包含一台电动巴士 Model T 那其实大家最瞩目了 其实是Model C的部分 那Model C呢 它是一台 就是轿车 它是一台电动轿车 那这一台车呢 里面 呃是 呃挂载了 未来会挂载 所谓台积电 跟恩赐 恩赐普 它所生产的一个 5奈米的晶片哦 然后呢 它会挂上 所谓育龙的品牌 纳士捷的品牌哦 那这一台车 目前的 目前还没有上市嘛 对不对 去年只是发表而已 那预估今年 10月份 它们准备要上市 开始要量产了哦 那当然 一开始的预购数量 不会太多啦 所以基本上啦 一出来 一定是秒杀 那你 那你出现秒杀的时候 诶市场上面 开始有讨论的热度 哦那当然啊 哦那整个这个 这个啊 题材性 话题性 它就被炒热起来了嘛 所以 我当时就在考虑啊 鸿海 很棒 因为现在有 MIH大联盟 它会大幅度的成长 那育龙呢 它其实也很棒啊 但是 相较起来 玉龙的机器怎样 它更低 它更便宜啊 因为玉龙当时我在买的时候 45块钱而已啊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哦 那 既然它的机器这么低 那又有大户 又有资金开始 偷偷去做布局 那这些smart的资金站嘛 我们跟着下去切就好了 所以呢 你就知道说 诶大盘 哇今天真的 也很不好啊 看起来也很 最近都表现得不好 可是呢 玉龙它居然怎样 来到52.2 它创下新高了 它居然创下新高啊 那我们要回归回来去想哦 我刚刚讲的 汽车这一块东西 以前是大家 跃掉的 就是 以前跟大家讲说 汽车产业未来会怎么发展 没有人相信嘛 大家就觉得 其实 哪有可能 台湾的车子没有那么强 台湾的只有 IC设计很强 台湾只有航运很强 可是我跟大家讲说 现在人家已经不再做IC设计了 人家已经不再做航运了 它已经把资金 调到了所谓的什么 所谓的车用相关的族群来了嘛 所以呢 红海 这个红海跟玉龙 两个相结合 再加上台积电的5奈米晶片 你想想看 这台车子未来的成长 前景有多乐观 那你就看哦 大盘这样摔的时候 其实怎样 玉龙他已经创下新高了 那我当时在买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去买它 理由很简单嘛 在这个位阶点上面有没有 它开始出现了 有资金大量去做布局 然后呢 金流排名从600名 跳升到120名啊 那我说它会成为 全市场前120大的热门股嘛 那你现在验证啊 它是不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量能 开始去做切入了 量比价先行啊 那你居然有量 未来自然就会有价嘛 所以股价才会往上去撞新高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这些个股或许以前哦 你在这个位阶点上面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人跟你去做讨论 对不对 默默无闻啊 那时候你看它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呢 就没有人要啊 很冷淡啊 但是 你从量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有人在偷买 那这些smart的资金 它在想什么 诶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操作 要去思考的一个重点 所以呢 车用族群 我觉得 未来的成长动能 它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哦 那当你车用会好 那我认为 有一块市场 大家也要特别去做留意哦 那就是呢 汽车跟所谓的消费性电子 它最大的差异别在哪边 第一个 它的耐用度要够强 你的一台汽车 它的使用寿命 有时候需要高达 5到10年 它才会做一次改款嘛 那第二个呢 它的环境不太相同 因为 你不会把你的手机 拿到路边去晒 对不对 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你也不会让它吹风 让它雨淋嘛 可是呢 汽车不一样 它必须要接受耐寒 耐高温 耐极寒 而且还要怎样 它还要能够 能够使用寿命 还要能够很长 所以汽车跟手机 不一样的情况下呢 当然里面使用的晶片 也要不相同 所以呢 未来哦 有一个东西 叫第三代半导体的技术 你要去做留意哦 就是说 在那种细晶圆啊 这个开始进入到 这个新的一个世代哦 它叫第三类半导体 以前大家很不熟悉 可是未来呢 它会成为一个成长前景 非常乐观的一个产业哦 因为 现在的系呢 它没有办法像这个 它没有办法去耐高温 也没有办法去 耐高一样 你如果把你的手机 拿到路上去晒一下 我相信它很快的 它就坏掉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现在有一种叫第三类半导体 那里面呢 加入了碳的东西 碳的元素 但当系加上碳之后 它就可以怎样 它就可以耐高压 而且耐高温了 那甚至呢 未来在5G方面 在汽车方面 它都要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哦 那当然这个技术 其实已经发展了将近60年了 甚至比系哦 系晶圆这个东西 还要来得更早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成果出来 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呢 呃 大家觉得说 呃 到到现在就是 呃 都还没有大量的去做生产 当然 这中间有它的难度存在啦 一定是有它的难度 因为 你的一直结合嘛 你的产品如果很简单 很单纯的话 当然你要做出来的这个产品 就比较简单了 可是呢 如果呢 你的产品里面 多加了一些新的元素进去 当然它就变得比较复杂哦 但是呢 台湾非常的厉害哦 台湾有一些厂商呢 已经慢慢的开发出 呃 这一块的设备出来的 比如像说 在广运啊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聊的广运嘛 它手上有一家盛星材料啊 呃 它已经开发出 呃 第三类的半导体的技术的掌金设备嘛 那 你就看到说 呃 其实它也是一样哦 你低档的位接点商品 是不是开始出现 大量的资金 偷偷在买 偷偷在买 然后呢 那股价呢 就从原本的低档 开始往上去做攻击啊 就 就 大盘在最近在跌 它开始震荡整理 可是它连月线都跌不过 这个就是所谓的 逆势强于大盘的标的嘛 这种逆势强于大盘的标的 背后一定有它的一个 故事性存在哦 那包括太极的部分也是哦 那因为 呃 广运跟太极 它们是属于同一个集团哦 那 广运呢 跟太极 共同持有一家子公司 叫做圣星材料 那圣星材料呢 就是做所谓的碳化系的一个 领导的一个厂商哦 所以 这个碳化系一旦开始量产 开始在出货的时候 其实对 啊 这两家公司 未来的成长动能 其实都可以 呃 非常非常的可观哦 所以这些都是从金流方面呢 告诉你的 就是说 哎 有一些个股 其实开始有人在偷买 资金偷偷的在做布 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 呃 你也不要小看台湾啊 因为 呃 有一些热门股再跌 不代表每一档股票都不好哦 那 甚至呢 你要注意的是 哎 台湾半导体哦 未来这几年当中 包括呃 台积电大量的去做投资 已经投了 将近四兆台币了 那 它所谓 合适哦 所以呢 台股当中 还是有一些好货哦 那 当然 你要挑选到这些好货 你一定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来去做切入哦 趁着行情在做震荡整理的时候 好好的去找一些可以 未来成长性家的产业 来去做布局哦 那也欢迎大家哦 扫描一下QR Code 加入洪老师的频道哦 那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把小铃铛开起来哦 那感谢大家 记得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